马英九总统今天在三军总医院 进行一整天的年度健康检查 体检结果在傍晚公布 他的身体状况都在正常范围之内 尤其是心肺功能比一般人好很多 至于在体重的部分 去年马总统一度减重降到了71.2公斤 被很多民众认为太瘦不好看 今年总统的体重已经又回升了1.1公斤 排开所有的公务行程 马总统脱下西装换上轻便的健检服 在三军总医院进行了一整天的各项检查 第一关就是最基本的身高体重 以及血压测量 结果出炉 马总统身高178公分 体重72.3公斤 比起去年相差不多 而体重稍稍重了1.1公斤 反倒是腰围小了6公分 显示每天做仰卧起座的总统 成功减去一成铭鱼肚 医生表示 总统生理状况都在正常范围内 也没有一般国人罹患的山高疾病 养成每天运动习惯的马总统 最经常的运动就是慢跑 来维持身体的健康 而在做运动心电图的测试时 马总统就展现出长期运动的成果 超强的心肺功能 差点让仪器不堪负荷 那总统先生是在18分24秒的时候 机器不堪负荷 我们就只好中止 这个让他跑步 就表示他的心肺功能啊 非常非常的健全 就是非常好的意思啊 那我们一般正常人啊 大概都跑不到这样的时间 不过原本上午测量 总统的身高 比起去年缩水0.5公分 体重也变重 被媒体做文章是变胖又变矮 下午的记者会三种院长还特别澄清 这是测量有误差 还给总统更完美的身材 也显示马总统真的很在意 外界怎么看自己的健康情况 谢谢您全无家宝台北报道